俄羅斯總統普清難得輕鬆走下舞台 一一與各國元首禁酒之意 近年歐美以戰爭為由孤立俄羅斯 國際刑事法院還指控普清犯下戰爭罪 危害人類罪向他發出拘捕令 但普清用行動證明 仍有許多國家與他站在同一陣線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金磚領袖峰會致辭時 提議建設和平金磚 呼籲烏克蘭局勢儘快緩和 加薩走廊 黎巴嫩等衝突應立即停火 尤其面對以色列的戰火攻擊不斷 習近平也趁機拉攏力挺伊朗 無論國際和地區形勢如何變化 中方都將毫不動搖發展 同伊朗友好合作 友誼之手不只身向伊朗 為弱化美國影響力 中國與印度的邊境衝突也終於有解 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會面時強調 未來中印應加強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外媒紐約時報分析 今年金磚峰會中俄主要提案 是建立金磚國家的支付系統 企圖重建另一套 不受西方主導的新秩序 TV別新聞綜合報導